- 股王跌停引發市場關注 鏡頭大廠大立光18日股價 躺平的原因曝光了 原來是因為創辦人林耀英 董事長林恩舟夫妻 還有執行長林恩平 四大股東共同申報 將近6090張的持股 轉讓給一家神秘的投資公司 而這一家公司的創辦人 其實就是林家的大家長 - 好不好 好不好 再見吧 - 謝謝了 大立光創辦人林耀英 2014年在台中龍井 成立了這一家林茂玉紀念公司 登記兩大股東 林恩舟跟林恩平 目前登記的資本額300萬 主要營業項目是投資跟住宅開發 等不動產的事業 而至於林家人 為什麼要賣自家股票 市場意測 可能跟這件事有關 我們期望的地 大概最好是三四萬坪這樣 在腦子裡面想而已 看不到 股東會上 林恩平透露擴廠的需求 希望廠區評數可以翻倍 又正巧林茂玉公司營運的項目 也跟不動產開發有關 也讓市場把這兩件事帶起關聯 大立光的大股東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他們從來沒有轉讓申報過持股 當然他們的轉讓 其實也不是轉讓給外界的人士 而是轉讓給他們自己的投資公司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要觀察一下 就是說它轉讓持股的目的 到底是為了什麼 也有專家認為 除了擴廠列地之外 還有可能是為了要節稅 或是方便家族傳承 大立光則澄清 盤後才申報持股 與股價走勢無關 強調是為了永續經營 才會將個人持股 轉讓給法人 而總額也並非外傳的 235億 至於大立光在週三 股價穩中見紅 也獲得投資人認同 三立新聞中之委帶此會綜合報導